大家好 今天想简单跟大家聊聊美国的大选 美国大选最近的预测结果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Polymarket是通过真金白银去押注美国大选结果的这么一个网站 你可以用加密货币去押注 它给出的预测结果显示 最近特朗普获胜的概率在大幅的提高 目前特朗普的获胜概率是61.4% 哈里斯是38.6% 像这种用真金白银预测的这种结果 这种概率它的相对的准确性 比那些媒体的给的预测要准其的多 就像我们在判断美联储加息和降息概率上面 我们经常会参考利率期货市场的一个概率结果 基本来讲也是非常准确的 你比如说上一次9月18号美联储的降息 降息50个基点 网站它给出的降息的概率非常高 降50个基点的概率大概7% 80% 然后飙升最后确实也是降50个基点 几乎每一次都可以预测准确 就是说明用真金白银去做的这种预测 和下的赌注 它来的结果更准确一些 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特朗普的获尔胜选的概率 逐渐还在提高 微妙的转折点就在10月5号附近 很奇怪 从10月5号附近大家可以看到 之后特朗普的胜选概率就一路在走高 哈里斯就一路在下降 10月5号发生了什么 10月5号我看了一下 也就是有个非农就业数据的出炉 包括马斯克站台为特朗普竞选助力 主要是这两件事 我想一方面可能跟美国民众 它的切身感受和出来的经济数据 有很大的矛盾 就是切身感受可能经济在逐渐的走落 消费在逐渐的低迷 而给出的经济数据却非常的强劲 比如说上个月的失业率是4.1% 失业率从7月份的4.3%到8月份的4.2% 到9月份的4.1%还在逐渐下降 但是可能体感 美国民众体感确实在感受越来越不好 经济可能是比较差 体感并不好 工作也难找 另一方面可能是跟马斯克的竞选助力有关系 马斯克现在是特朗普竞选的最大的单一捐款 捐了7500万美金 最大的单一捐款者 同时他也亲自上台为特朗普摇旗助威 所以说这也是10月5号发生的 当时就是在宾州 宾州大致到在7月13号的时候 特朗普遭遇了枪击 那15号的时候他再次回到了这个地方 宾州是一个很重要的摇摆州 两党在这个州都有很激烈的争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概率的变化非常有意思 就是从10月5号之后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折 也就是离这个大选 大概也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突然这种竞选胜出的这种概率 发生了偏转和偏离 而特朗普的概率开始迅速的走高 哈里斯迅速的走弱 目前来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特朗普竞选的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大家也知道 特朗普一旦竞选成功以后 现有的美国的很多的经济 政策 关税 框架 都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在关税这一方面 关税这方面它不太受两院的撤走 就是不太受议会的撤走 它可以自主决定 那特朗普上台以后 全面对全球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关税 对中国可能加征60%的关税 总之是关税大爆 可能要挥舞起来 另外的就是移民政策的变化 移民政策的变化 跟拜登政府肯定是差别很大的 拜登政府是鼓励非法移民 包括移民的涌入 那特朗普上台以后 它肯定是移民政策也会大幅的收紧 包括俄乌战争的走向 也会有很大的改变 在特朗普他之前鲜明的就讲 北约美国不愿意出军费等等 他可能对乌克兰的支持 也没有拜登政府那么强烈 所以俄乌战争的走向 也会因为特朗普的胜出 可发生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 所以说美国的这次大选 也是举世瞩目 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 目前来看是比较有意思的 也不知道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导致美国的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 在10月5号以后显著走高 而哈里斯的支持率显著走低 大家还记得在9月份 9月11号竞选之后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第一次辩论之后 哈里斯是明显占上风的 大家从概率上也能看出来 9月11号以后 哈里斯是有微弱的优势的 在50%以上 特朗普是在50%以下 蓝色的线是在红色的线上面 然后到了10月5号以后 就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偏转 特朗普的支持率 或者是获胜的概率 在迅速的提高 然后哈里斯在迅速的下降 目前离大选也就是只剩下18天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特朗普胜选的概率会变得非常高 所以这是目前美国竞选 整个市场的一个状况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和思考 我觉得后面可能方方面面 市场都要做好迎接一个巨大的变化和转变 如果特朗普上台以后 整个全球经济政治的一些走向和变化 跟之前拜登政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可能会有很大的转变